哈喽各位同学,今天我们的品德教育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做博爱座 什么叫博爱座呢? 博爱座就是在我们一些公共场合里面 比如说飞机场和医院 这些地方都有博爱座 这个博爱座呢,是专门给老人、残障人士和孕妇做的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博爱座呢? 因为啊,最近有非常多的新闻呢 就是在说,这些比较特殊的人士呢 到了这些公共场合,但是没有地方坐 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孕妇呢,她上了巴士 她发现到巴士里面的博爱座已经给别人坐掉了 但是呢,那个坐在博爱座的人却没有给她让位 所以这个孕妇免为其难的在这个巴士占了一整个路途 所以非常的危险 她可能在这个路途中发生了一些小意外 她肚子里面的宝宝可能就会有危险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博爱座的时候 我们切记这个博爱座是给特殊人士用的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当我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让座给他们 体现出我们的关爱跟体谅 三三九宝贝们,你们都学会了吗?加油!